港警攻擊中文大學 發射至少兩千多枚子彈 香港學生遇寫守衛 超過五十人送一隻牢 港警強闖校園 總統蔡英文呼籲國際站出來 關心香港 失控情勢 美中貿易戰 川普批評中共長期欺騙 並警告如果達不成協議 美方將繼續提高關稅 中國大陸一次爆發新一波 非洲豬瘟疫情 臺灣農委會十二月啟動 沙盤演習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晚間 八點新聞